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传统过来的 你去看潮汕的老画家 比如说刘昌潮 而且他们可能更认为那个是正宗 因为这个交通问题 而那个时候很长时间 在汕头到广州的高速公路没有修通之前 在汕头到深圳到广州这个高铁没有修成之前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从汕头到广州的时候痛苦不堪 要走七八个小时 烂路 迷路 颠簸 但是解放后汕头属于广东省 广东省的人只能在广州美院考试 不能去上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领东就归路上海 潮汕就往广州走 就形成今天的广州美术格局 尤其是国画这块格局 是潮汕安慰的问题 然后你们如果愿意跟潮汕聊天的话 他们内心真的能两高一层的 大家出来 我就不用再说话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 潮汕地区的文化内涵 但是和他的整个传统很让我背 他的确是一个很独立的乐园 也包括地区的差别 他对画家的这种尊敬程度 都比猪山脚 超过猪山脚 就是顺利 对 潮汕应该是另外一个菜系 潮汕应该是另外一个菜系 潮汕人内心觉得除了潮汕菜最好吃以外 岳菜可以吃吃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潮汕菜是沿海体系 所以潮汕菜的核心是海鲜 为什么岳菜是顺德体系呢 很简单 岳菜的体系是核心 这两个地域造成的不同 对对对 所以潮汕菜和顺德菜是 我认为是两个很重要的两个菜系 但他们今天融合了 他们在广州开始产生融合 所以使岳菜变成一个很丰富 更丰富的一个菜系 但是如果说从饮食的文化史来讲 他们其实背后的传统是不同 沿海的菜系和海鲜有关系 顺德的菜系和河鲜有关系 而中国很长时间是一个水运国家 在江南是大云河 在广州是珠江 也就是说水运承担着非常重要的 经济物质来源的一个责任 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水边城市都发达 在水运经济时代 水边城市的发达 河鲜肯定发达 所以河鲜一定盖过海鲜 当然了 其实海洋发达 对以前就是说靠海的都比河的城市要穷很多 农业各方面都没有靠河很好 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某种意义上它是个河运经济 所以整个江南为什么那么厉害 这边说到历史 说到经济史 对对对 我说到这个学院跟地域有关系 由于这个原因 岭东就并入岭南 潮汕人就只能往广州美园图书 这样的话他们就举起在广州 就把潮汕地区的风气带回来 所以我在广州一再的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要注意研究广东地区的岭东因素 没错 对 岭东因素 所以我就导听出来 我说我们在讨论岭南画派或者岭南风格的时候 然后我们今天应该要实时的去讨论岭东因素 他在岭南怎么样重立 因为建国后 广东美术界尤其国华界这一块 最主要的融合其实是岭东和岭南的融合 而这个融合在邻国的时候有没有 没有 或者说很少 不能说绝对没有那很少 所以我们发现 早期岭南画派的人 五一六二都广东 对对对对 没有几个潮汕人 潮汕人在哪里去找啊 上海 嗯 你到上海去找 潮汕商邦在上海很重要 嗯嗯嗯 非常重要 是吧 那么 这个话说得很难 我的意思就是说 学院的地域性 是有一个文化地理的原因 嗯 文化地理的原因 人在这里面多了以后 就形成一个势力 嗯 在广州就是广州美院就是势力 不管好不好 反正你在广州美院 你随便的在美术界说广州美院不好 我想反对者很多 包括我的 嗯嗯嗯嗯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央美院别人的人到了广州去 它就很边缘 嗯嗯嗯 对不对 那像您这样说这种情况的话 到了2000年以后 北京出现了798之后 所有几乎全国的其他的各地的这些艺术家 都往北京奔 那对 基本上都是要依附在这个 这个央美的这个 你说得很对 这个圈子之下 其实也不是央美圈子 就是说北京 由于当代艺术出现 北京变得日益重要 798的出现 北漂永远超过南漂 嗯 北漂永远超过南漂 这意味着北方的重要性在急剧上升 嗯 南方的边缘性在终于不呈现 嗯 那你到了重庆你还知道有黄漂 嗯 因为那个重庆四川美洋的老地方 对对对 就是说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但是当北漂的人超过南漂的人的时候 那么又在北京的重要性在上 嗯嗯 有没有海漂 有海漂海漂不过多 嗯 但但实际上 比如说 我我我没办法完全统计啊 但就是我所看到的 特别是80后的这一代艺术家 北漂的很多 但在广广州过去的成功的艺术家 其实没几秒 这又 演出了广州的另外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也是我一直要强调的 但是好像听的人不太多 嗯 就是这个好像在民国就是这个特点 哦是吗 对 广州是先行者 嗯 广州是现在是在开端 但是广州不是成功的 嗯 成功到北方去 嗯 我们的这个 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伟大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必须在上海 必须在南京 必须在北京 他就是在北京 嗯 他的民国大总统在南京做 嗯 他为什么不在广州 广州是革命策略的 但是要必须北方 嗯 嗯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广州这个地方呢 你要想在全国出名呢 你必须离开广州 两高也是这样的 不要说高建復高齐峰是广东里的画家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们两个人很早的时候是在上海 对 他们办真相画报是在上海办的 不是在广州本的 嗯 高齐峰是民国所有去世的画家 贝极哀荣的一个人 嗯 他去世的时候是国民党高声给他抬轿似的 嗯 林森汪精卫都出场跟他写文章的 他这四十多岁就死掉了 当时他多么重要啊 嗯 他的重要性是在哪里提醒 嗯 那么 解放后有没有这个特别人 好像也有这个特别 到了解放后另外一个不同 嗯 就是 要在全国有名声的 就必须北山 那是不是法国有这个特点 我老师说要想到法国有影响 比如带着跑到巴黎去混 哦 如果一百年前的话就必须了 就不不不只是法国了 就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了是吧 对啊 中国其实我想这个当代艺术 你看多少 俄罗斯人都是在 没有这个特别人 必须到北京去 而且 而且以我的体会 北京的艺术分文 和广州真的不 嗯 嗯 在北京呢这个说的 客观一点呢 我认识很多北漂的艺术家 在那么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很干了牙 嗯 其实北漂有两种 一种是成功的艺术家 在广州已经有地位的艺术家 他们在北京诸葛化石 然后呢每年去两三个月混了 嗯 这种很多 这种很多 这种严格讲不像北京 所谓北漂是要到北京某种发生 对啊 而且在北京炸下来以后 真的还获得很重要的名声 他们的气质跟广州的就是不一样 这可能不一样 这个 这两个城市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 广州一向以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在广州起步就别方成功 嗯 但也不多啊 但广州的过去的人能成功的人 呃 后 我觉得改变开放以后这个情况是有所改变 这个又回到的时候 我回到来 这可能是有新的运作的 广州 哎呀我是广州人啊 我热爱广州 其实如果广州和北京相比的话 广州是一个生活的城市 嗯 广州是个很舒服的 嗯 这个舒服呢 我们这一代人呢 和年轻一代人呢 可能情况还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在广州美艺读书的时候 我的同学武汉来 我就带他到处去吃 我就烟就吃饭吃了 嗯 广州到处乱吃 他就跟我讲了几个差别 我就听 哎真的我真的有这个差别 嗯 我说广州太精彩了 我说什么精彩 哎你们吃饭是先吃饭再算账 嗯 其实很长时间内地是先给现在吃饭 嗯 广州在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这种刚刚兴起的大排档 我们在街上大排档吃东西 随便吃个东西 都有筷子筒也有筷子 嗯 你们如果当年到武汉去吃同样的地方 首先大排档没那么多啊 嗯 如果去吃的话你发现是有个筷子筒 是一大队竹子便宜 你小心竹子把你戳破了 哦这么长 而且我小时候就很有影响 广州人买鱼买肉买的很刁 买一小块 买鱼我要买鱼头 我要买鱼刨 我要买鱼身 买鱼尾 或者我要买鱼骨头 对不对 你到武汉去试试看 你去买一个鱼头 让这个老板生气了 神经病了 干嘛一条鱼买的算了 干嘛鱼头不鱼头的 两条 拉倒 哪有什么切 切一块一块的 然后我那些亲戚跑到广州来 我跟他去菜场买东西了 看傻掉了 广州说好小气啊 他不是这么一坨一坨切的 我一看我说没有吧 我们很会胜货 我们每天吃新鲜肉 你都在菜场去拿一小块肉回来 吃完店店再去买 哈哈 因为在武汉没这个事 不仅武汉没这个事 整个北方没这个事 嗯 我在八十年代去北京 找我的亲戚 六点半就没饭吃 嗯 必须五点半 赶快出去吃饭 六点半 饭店要关门 嗯 七点钟接纳黑漆器的 嗯 我说什么 我们十二点再开始出去吃东西 哈哈 所以广州是个生活城市 嗯 嗯 广州是个生活城市 可能这是不是会影响到艺术呢 我不知道 至少据我所知 肯定会影响的 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告诉我 嗯 恰恰广州的艺术市场的发达程度 不如北京不如山海不如西南 嗯 那广州人好像好像纯洁一点 哈哈纯洁一点 还是说市场差一点 不过现在好像变了现在也在起来 现在集聚起来 集聚起来的一个特点就是 内地画家 包括四川的都进入广州部 嗯 而且广州艺术界这么多年来 那么我也觉得 应该自我反省一下 比如说这个我参加过 顺德北教著名的美滴集团的 何公子的收场 嗯 他们收场非常激烈 嗯 他的现代水魔化收场全是香港拍卖过 嗯 这个不重要 他也收藏当代艺术 嗯 我去看他的当代艺术 的收场 我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没有一件广州的作品 嗯 而且他全部到 这些人们都是去收的 罗东丽的 帕马昆的 帕马昆的 方丽君的 叶敏君的 周生涯的 没有广州的 嗯 那么一个广东的 立道的顺德老板 他说当代艺术 没有广东的 没有广州的 那只能说明在他心目中 广州就没有当代艺术 嗯 当然我们知道广州其实有当代艺术 嗯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值得谈 嗯 嗯 很值得验 所以地域性也有地域性的好处 地域性也有地域性的问题 嗯 但是我们都无法避免的受到地域的影响 这个文化地理学告诉我们 嗯 所以文化地理学的意思就是 一地文化和习俗的形成 与这个地区的地貌气候 和来往 有密切的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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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